我Altrush跟歐洲的資料去做一個醫療相關的資訊 目的是要呈現家裡相關的醫療資訊 江澤現在是本工榮總的合一部的追訓期 讓我們掌聲歡迎陳志明 謝謝大家 謝謝市長 謝謝曉 我是呂欣妮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醫療相關的資訊視覺化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姓努力 教育心理 埃之士 MCTLE 我從2010年從高雄醫學大學的醫學系異業 昨年到現在還是在高雄中種回醫科科科醫院醫師 我從2009年就開始接觸OpenStream Lab 從大概前年底到去年不初吧 就是參與了一個工藝的地圖 Grogram Lab的中文化 它是一個公共空間對輪移的支援程度 好 那其實我之前 這是我第四次來參加Tooth Cup 那前面三年都是用User跟Promoter的身份來的 那從去年我終於開始寫了一點Code 所以我今年都用Code的身份 然後我來參加Tooth Cup 終於把Tooth Cup都變成Code的Code 所以我已經換了一個集團了 那之前就有恭喜 那這次也講了Outline 我先介紹一下我做這個專案的動機 那這個專案的動機是 加一科技術的落子 那其實我自己是合一科 這個獎題是有點到過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如何去把地理資訊找出來 然後中間又怎樣把地理資訊整理好了 把它視覺化 那中間會介紹一些工具跟方法 但是我今天 大家不會畫很多片子在這個部分 那最後是說 我們把地理資訊抓出來以後 可能我們會成得到一些數據 但是這些數據啊 它本身的解讀上是有些限制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 好 那第一個是 加一科制度 那做我現成的科案 好 那時間回到我大六的時候是 那時候就是健騎跑去加一科 加一科會安排收到 各個病人能人者的小診所去做健騎 那在那個健騎的診所 我聽到一個故事 但是其實細節我忘記了 所以有些是腦筋的 好 那就是 診所醫師就跟我們說 他也是看到一對老叔叔 帶著感冒的孫子來看 這很常見 然後 那小朋友 感冒就很聰明 看看發炎的程度啊 發燒 像不像重症流感 有沒有生命危險 然後看完之後 都開了藥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然後他就說 阿公阿媽 你有沒有聽過那個大腸癌症癌嗎 那大腸癌症癌症癌 裡面算是 操作起來比較方便的 就是拿一個罐子 然後回去 然後挖大便放到裡面去 然後再找個時間去 然後去診所 這樣就完成了 那不過過了這麼久之後 那個阿公阿公尼的大便有前些反應 我之後幫我當牌一個 會想照顧檢查 那我們就 就 就幫助這個 早期的那個大腸癌的患者 那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啊 這個是 大家常常在講的一件事情嗎 那 那臨床實驗也證實了 更便前血 然後還當作是 篩選的工具的話 可以減少 之後因為大腸或肌上癌的死亡率 可以 效率可以達到百分之十五 也就是說 本來有 假設有一百人 會因為這樣子過世 可是因為這樣 他有十一位又得到現成 對 所以早期篩檢早期治療 是很重要的 那 其實在1940年代啊 有兩個選擇 分析叫Liro跟Crum 他們 他們發表 他們大概慢慢的去形容說 我們在病人生病之前 來到醫院之前 醫學是可以先做一些介入 以前人有說 上醫之國 其實那個醫國不見得是說 在政治上去協助人民 而是在公共衛生方面 不管是硬體上 沒有下股道的興建等等 或者是說我們早點 讓民眾知道說 注意自己身體健康很重要 對 那他們就發展了三段無極的一個概念 那 前面 前面出段的就是說 在病人生病之前 在民眾生病之前 先做促進健康 比如說 告訴你吃什麼東西好啊 吃什麼東西不好啊 吃什麼東西不好啊 那包括說 優生的保健 例如說 假設有個夫婦 他們要打算要生一小孩 可是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有 地中海型貧血 那兩個 地中海型貧血的人 他們有四分之一的機會 會生下重症 那生下重症是 就是 剩下重症的地中海型貧血 可能這個小孩會養不大 那如果說 早點知道他們自己有 這方面的需求的話 就可以早點去做考慮 不見得說是要建議他做什麼 而是早點知道自己可能會面對的問題 可以早點做準備 那這是第一個階段促進健康的部分 那第二個階段 第二集呢 它是說 在 就是去圖一些有害的東西 例如說 職業傷害 比如說 比如說 像其實 勞基法有規定 不主要每年 讓人做一次體檢 如果有特殊的職業部 例如說 造醫毒 或者是 游離性輻射 這些都是 需要再額外再做檢查的 那這個就是 屬於第二集的部分 那第三集呢 就是 早期的診斷 就是像我剛剛舉的例子 大腸癌的篩檢 或者是其他癌症的篩檢 或者是其他癌症的篩檢 這個部分呢 就是 第三集 就是 早點找出 有可能有問題的人 那第四 第四個部分就是 一旦找出 有問題的人之後 如果 要 透過一些方法去 把他的 疾病 早點治癒 或者是說 之後他 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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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要去忙 那這 這三個 三段 五集裡面 其實都找哪些部分 如果 我們從後面講回來 就是 如果已經到了 癌症 或是麻痺病的話 就 基本上醫院講得到的資源 都會有上去 然後他說癌症的話 我們 像我們 合醫 或者是放熱線 就要去 去做 疾病的 就是要 他要照很多的影響 然後影響到 判斷 判斷之後呢 又要去 考慮說 你要怎麼樣去治療他 然後 那就會牽涉到 很多很多的資源 那第二個階段 就是 可能是 家醫科去做 做篩檢 或者說各式各樣的體檢 健康檢查 可能有些人會 可以去 可以為自己準備 那種 比較完整的檢查 或者是說 政府會提供一些 大規模篩檢 那第一 最開始 健康促進的部分 很多人啊 就是沒有辦法在這方面 好好地落伏 或者是監督的資訊 不夠有更衷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如果你有了家庭醫師的話 你就可以從那個部分 去得到這些資訊 那你可以看到說 三段的話 它就是 基本上醫院可以用得到的資源 都用到 所以就 反應在 健保的支出 或者就是反應在 你個人 生養規劃 這都是很大很大的出檔 所以說 其實如果 家醫科都好過時的話 說不定 我們就可以 節省很多醫療資源 或者是讓很多的生養規劃 可以 可以 有比較好的準備 那 首先我們就來 大家知道什麼叫家醫科嗎 或者是 自己 有固定配合家醫的意思嗎 沒有 大部分都 不太知道 那家醫科 他就是照他們 書上的說法 就是 家醫科是一個專科 那他提供 個人或者是家庭 持續而且整合的健康交流 那他除了涵蓋生物的面向之外 他也涵蓋行為的面向 例如說 一個 他名叫家庭醫學嘛 那就是代表說 你這個家 這個人跟你背後的家庭 之間的互動 比如說 家庭他可能在 不同的時期 會遇到不同的壓力 這個都是可以 這個都是可以提供諮詢的地方 那 那基層醫療 他講的交往寬一點 那除了家醫科之外 還包括其他的 內脈附養跟人科 那他是 提供 急性慢性疾病 的治療之外 也是提供 健康維持 還有 諮詢 衛教 那在 美國呢 有一個研究 他大概是 2000年的時候 做了研究 他研究 美國人的就醫習慣 那他觀察 一個 美國是加一個 比較弱勢的地方 那他觀察的 的狀況之下 就是 假設有平均 一個社區 他如果說是 一千個醫院的話 那其實有八百個人 他可能在一個月之內 會有些症狀 比如說 紅紅啊 火暈啊 或者是說 感冒咳嗽等等 那其中有一部分 大概三百多位 會去尋 醫療協助 那有 一百多位 會去診序 他們不會直接跑去 就是直接跑去 醫院的話 大概就只有 幾十個 那有部分是 只有八位 會一定會這樣住院 那 不到一位 會到醫學中心 可是 因為 我自己在醫學中心 在很長時間 那我自己有觀察 是 醫學中心常常是 到盤的 可能排隊要排很久 可是醫學中心不是有設計 處理這些問題的 應該是 比較 比較嚴重 比較需要 比較多資源的人 才需要用到醫學中心 其實如果在 前面那一關 在 診所或加一科 那一部分 就可以付了病人 如果就到那邊去的話 其實可以接受很多 大家的時間 跟大家的 經歷 那加一科 他們服務的範圍其實也很廣 第一名是 高血壓 那第二名就是 常規的 因為有的檢查 那還有感冒 關節炎 包括癌症 糖尿病等等 都是 含在裡面 所以其實 大概 百分之八十的疾病 都可以在那個的狀態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 答案了 因為我 工作內容裡面 裡面有大概 大概五分之一的病人 是 來做心臟的檢查 那 心臟的疾病 其中一種包含外心理症 就是 冠狀胎的疾病 那 這個疾病呢 它可能影響的因素 包括說 高血壓跟糖尿病 我有時候 會問說 你自己高血壓 都在哪裡控制 然後糖尿病在哪裡 然後可能會有 常常會聽到說 我高血壓在哪裡哪裡 然後糖尿病在哪裡 那可能 比如說一個說在 比如說在一個長 然後一個說在高醫 然後他又跑來我們醫院 做心臟的檢查 那其實 這些過程中可能會 常常會有一些 重複的檢查 例如說 高血壓跟糖尿病 可能都會衍生出一些共同的問題 那他在這邊也會 比如說腎臟的功能 那高血壓那邊也會抽 也會追蹤化腎臟的功能 那糖尿病 當糖尿病那邊的醫生 也會幫他確定腎臟的功能 那其實這樣子就是 造成資源的 就重複的檢查 一直做 那就是在我們 支出上是一個負擔 那對他來講 也是實際上消耗很多 那我自己是感覺說 那其實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當醫生兒 就跟修車兒是很下格的 我們一樣都是 為你去做保養 然後提供你一些建議 可是很少人會 一台車跑到幾個地方去維修 可是常常有人看病 是跑到幾個地方去看病 我是覺得說 嗯 這樣子是有點可惜的 而且可能會造成說有點 頭重腳心的一種意料心態 對 而且另外呢 再一個他除了照顧個人之外 會照顧家庭 那家庭其實我們一直覺得說 家庭可能就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家庭他如果照 照一些比較有學理的方法講 他其實有分很多的階段 譬如說 你一個人出社會之後啊 然後他可能會 可能會找另外的人 屬成家庭 那可能又會 又會生育小孩 那生育小孩之後 又會有空潮期 那每個階段都可能在 不管是個人還是家庭的 身體跟心靈都會造成一些負擔 例如說 空潮期的時候 可能爸爸媽媽會憂慮啊 會 或者是說 在家庭成員之間的融合 這些都是 可能一定的問題 或者說 爸爸媽媽年輕到 他可能面臨一些慢性病的問題 他小孩子的反應 這些都是 家庭科醫師可以在 中間集中一些諮詢 或者是期前的一些 一些輔導 那目前為止呢 國內家庭科醫師的型態 有這些型態 第一個是他自己開診所自己開業 那或者是說 透過健保署 以前叫健保署 現在叫健保署 他成立了家庭醫師的整合照顧計畫 那他又有兩種型態 一種是單一診所的型態 另外一種是社區療學的型態 還有一種是在醫院裡面的家庭科 那社區醫療學這個是在台灣 這個是在世界上比較特別的一種狀態 它是有些時工背景 其實家庭科在台灣已經成立很久很久了 他們成立學會就是1986年 以及說現在已經28年了 跨到30年了 那在那之前其實就有家庭這種性質 但是已經花了30年的時間 其實他得到的注目還是沒有那麼多 1995年的3月全民健保開辦 那時候其實有一種特殊的狀況就是 醫院取得變得比較容易 所以加上大家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信任診所 所以那時候開始診所慢慢的 聲音慢慢的被醫院搶走 那逐漸而說變得有點頭痛腳性的心態 那在2003年的時候 健保祖開始成立了這個 家庭醫師整合招募計畫 那社區醫療學就是他計畫其中的一個 那他社區醫療學是這樣子 就是可能有5到10個基層的診所 那就是自己就一個社區醫療學 然後再加上1家到4家醫院 那他們可以在機構之間互相裝整 那也可以建立家庫的健康檔案 比如說我在這邊最終高血壓症 他可能會發生一些病發症 比如說開始發現有腎衰竭 或是心臟的疾病 他可以轉到這個群組裡面 那他可以卻有一些之前的資料 那同時也是目標是可以達到一些 社區的健康步驟 譬如說在社區裡面辦講座 或者是說鼓勵大家接受篩檢等等的 那執行的成效呢 在2011年的時候 就是有幾個前輩他們做一些調查 然後發現說到那個時候為主值 全台灣已經成立了356個醫療區 那參與委診所佔了大概五分之一 參與委員醫師大概也是大概五分之一 那有參加的人沒有參加的人 他在門診跟住院的費用的階層 都是有階層到一些啦 那參與的民眾呢 有百分之六十六 他認為說這種方法 對他的養肢可以節省一些 前往醫院等候事件 那百分之八十的人 他告訴訪問他的人說 他願意 健康上的問題的話 會是全家醫科的意思 那其實光看這樣子的話 會覺得說 好像家醫科制度在這個時候 得到一些滿足 那而且他在有參與的人 而沒有參與的人比起來 他接受成人訓練跟攻擊影片的檢查率 也是比較好的 但是在服務範圍內的人 他看起來是滿有成效的 可是他到底服務了幾個人 幾乎這個分資料是看不出來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說他分布的狀況是什麼樣 那其實因為這些制度 之所以可以傳達到那些參與的民眾 我裡面是因為這些民眾 本來就注意自己的健康 所以本來沒有那麼注重自己健康的人 其實就被忽略掉 像大家知道國民健康局有提供成人健康檢查 滿30歲就可以接受 那每三年可以做一次 那大家滿30歲的有做過嗎 可以幾個說 欸 一個 還沒有 滿30歲但是還沒有做過 欸 兩個 滿30歲了但是還沒有做過 一個 欸 好像比較多 那因為我自己觀察到的結果是 我在路上很少看到這樣的宣傳 那國民健康局 現在國民健康局 他們既有業也很難找得到這樣的宣傳 所以會聽到這樣子宣傳的人 大部分就是原本有在跑醫院的人 那其實很多人他可能 可能就大概就是忍著 沒有去做 所以說那些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些資訊的人 我覺得是更應該要去 去花些力氣去讓他們知道這樣的職務 所以我就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那政策如果推廣的話是很複複的 如果這樣去對待這樣的政策的話 就可能有時候會得到不是很彰顯的效果 那 那我因為就想說 因為我自己是想要徹底的 就是徹底來實施這樣子 就實施到我自己身上 可是我查了一下 就是國內會網社區療學的機構 那其實大概有兩種風格 第一個是台大的社區療學 他們的網站怎麼樣 那他就有標示 譬如說他有某個群啊 他分布範圍是在哪裡哪裡哪裡 可是 可是假設是我的話 我會 我會覺得這樣還蠻漂亮 但是要去找他們特別的 我是覺得 他們是在哪一條路上啊 這個可能就會 要再額外再去查 那另外一個 點擊的就是像秘願 秘願他做的是這樣子 那還要去點 那提供的訊息是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那既然說 其實在選擇社區療學的時候 會常常會考慮說 這個群他分布的範圍是 跟我的地理關係是怎樣的 比如說他如果分散的範圍是 全部都離我家很近的話 或是離我生活圈很近的話 我會比較願意去選那樣的群 可是 可是 這樣子在設備的過程中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呢我就想說 為什麼會沒有人做這樣的地圖呢 那後來發現我自己就是聊的 對 因為我那時候有去問一些其他人 他說 像我就問我家的孤城師 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地圖嗎 他說我會討厭身手牌的人 然後 所以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什麼 好 其實我後來找了很久很久才發現 原來 國民健康 中央健保所 他們在官網上就呈現這樣的資料 但是他藏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他是藏在 醫療機構下面的 家庭醫師整合交流計劃的 會員專區裡面 為甚麼會放在這裡 我真的是白色的 這個 會員專區 然後他 在會員專區裡面 然後會員在區裡面 他就有說如何加入會員 可是其實我看到這頁的話 我也是給診所醫師他 然後他下面就有寫說 查詢住家附近的醫療醫師 然後他有兩種 一種是單一診所型 一種是社區醫療群的型態 那單一診所型態 我其實有嘗試去把它做的地址 但是他做的資料只有電話 沒有地址 所以就完全沒有辦法做 不然是想要把它一起做這樣 那社區診所型態就是這個 他就有一個查詢頁裡面 其實這個對大部分人來說 還是很麻煩的 於是我就把它搭行下來 變成一個CSV 檔 那搭行的方法呢 搭行的方法是用 Python 跟Python 的 module 叫 LOSML 就是剛好他的網址就固定資料 然後就只有夜數的切換 那就是用 SML 的結構裡面去找 他是在哪一個 tree 裡面 然後或哪個 branch 這樣幾個月去找 找出來就是會得到一個 CSV 檔 那這個 CSV 檔是只有數值的資料 所以要透過一些方式才能得到 GPS 的座標 那座標才能做得定 那住址的部分 住址要輪到 GPS 的部分 我是用 我後面都是用 R 處理 所以一開始的部分用拍寫處理 因為目前只會寫 R 那 R 的部分呢 我就是用它裡面的一個 package 叫 GGMAP 那 GGMAP 裡面有一個方權叫 Geocode 那它是拿 Google 的 Geocode 的功能 把地址 就是 丟地址進去 它會吐 GPS 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得到一個新的 table 然後它是有這些 EL 月球的資料 還有 EL 月球的座標 那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把它畫成地圖 那畫成地圖的方法呢 我是用 R 加上 Thick Day 的 R 這樣就可以畫出一個地圖 它就變成這樣 沒意 那這是 跟 B 院 合作的 的社區要訊 總共有四個 那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的區域 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直接看它的分佈的範圍 放棄了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 R 加上 R Chub 那 這邊用 Lifflet R 的話 它會產生 Geocode 的檔 那 Geocode 你可以再做其他應用 但是 Geocode 的話 如果要做動態的呈現的話 會有有點困擾 就是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用 R Chub 那中間它是把 Geo Jackson 就在 眼痠的時候就把它就直接丟進去 它不會直接產生一個檔 那這樣就可以做互動的地圖 那它是 我後來是用 Shining 做的 做出來是 那假設 因為我想 我在做的時候我想說 大部分人還是想要挑手機 比較信任的醫院 所以我這邊查詢是用醫院來查的 譬如說像 馬捷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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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隨著不同的醫院 它會跳不同的螢幕台小 在這裡 那這個旁邊就是 旁邊就是不同的群 它是很過分的 那如果在設定拍到的話 就可以把它的資訊顯示出發會比較方便 所以我就暫時滿足我自己的目標 這樣我就可以去挑選 就可以挑選說我比較適合的醫療區 那它扣的部分就是 用 Shining 的結構 它需要至少兩個檔案 一個是 Server.R 一個是 UI.R 那如果說 覺得把所有的拖的都塞在這裡 會太煩 的話可以再用一個 Global.R 那這個裡面可以裝一些環境的設定 可以把這些共同的資料都可以這樣子去做 那其實就用所有的R code 就把它都起來 那目前我收集到的資料 截至今年的月份為止 我發現說總共有388個社區藥群成立 那有2397個診所參與 那這樣所有診所 百分之十左右 其實比之前的比例好像 在比例上來講有點下降 原本是在2008年是百分之 2010年的時候是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現在下降成百分之十 那參與的醫院呢 有百分之二十八左右 那 Demo 就剛剛 Demo 那目前為止我發現 我遇到一些問題 我覺得可能需要 之後如果它真的要成為一個服務 開放資料的輸入的話 我覺得它需要一些客戶的地方 第一個是 就是沒有一個永久的連結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做成服務之後 大家還是要留一個群點 所以假設我想要用某一個地方 或某間醫院的話 我覺得這個要先完成 才能適合當成一個需要服務 那第二個部分是 它後方的部分 就是從地址轉成GPS 我是用Google的Gio Code 那Gio Code 它就會有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它會用到Google的資料 那這樣的話 那個Icense應該其實是屬於Google的 所以如果我想要把它做其他的應用 譬如說我要把它公開出來 可能都會有一些真理 甚至我把它放到OpenStreme 本面的話也是會有一些真理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因為我之前在G0V的Hackstone 有提過這個划掘 那發現用R的人也有很多 所以我想說如果用R以外的方法 可能可以找到比較多的夥伴一起來 把這個划掘完成 那第三個部分是 因為我這個資料是 我自己爬下來的 可是這個政府 這些資料都是屬於政府的 如果說政府用它開放資料 政府真正把它開放出來 刀刮GPS 因為其實 例子轉圖 例子對應GPS 這個我相信政府應該有它的方法 那如果它連把這個部分 都可以開放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資料之後的應用會更好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啊 就是 台灣醫療資源到底有充足嗎 大家覺得充足的請舉手 那大家覺得夠的請舉手 我覺得好像有無路坡耶 看起來大家表態是無路坡 那 根據 Data.gov.tv 有資料 它裡面有五個資料 一個是診所的能力 一個是診所的科別 一個是醫院的能力 醫院的科別 還有醫院的床數 那這邊資料看起來 我現在只看其中一個指標是 每千人想 就是有幾位西醫師在服務 那 它應該都是職業資料 也是我正在工作的人 那 台灣每千人有1.74位西醫師 那跟WHO的資料比起來 大家實在走一間 那是不是有資料 呃 是不是有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 就用 就把那些資料整理一下 然後用地圖來呈現 那 這個是鄉鎮區 鄉鎮市區等級的 那 紅色呢 是每期 這邊是 單位是每萬人 所以如果是 如果是每千人1.7位的話 就是 17 17 那應該是 黃色這個 這個顏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鄉鎮的 鄉鎮的地方 其實 每萬人 享受到西醫師是0到5位 有些地方其實是0位 也就是說 如果它變成每千人的話 是 0到5 0.5位 那 那 當然 比較市區的地方 就會大於2 就有機會大於2 那 這個資料 說法 是用 走資參考距離1的資料 那 可是呢 在市區上的解讀呢 我們要考慮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 它的分補是戶籍登記的人口 也就是說 戶籍登記在哪裡 都算要分補去 可是 像我戶籍登記的地方 跟我的工作的地方 生活可能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 產生偏差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是 分子是職業登記 可是沒有考慮到公司 因為 其實 登記的時候 它是有要求要登記一個地方 但是可以報備吃人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一個人可以在三個不同的機構 幾個 如果若干的 因為我其實有點忘記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工作 那可能分配的整次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 也有可能我一個禮拜 只在 只看一個整次而已 那 它真的是沒有考慮公司的部分 好 那第三個是 用行政區域去劃分 會產生這些問題 像 假設有一些機構 它可能服務的範圍 還大概很短 比如說有三四個 行政區都是 都是 使用這家醫院的資源 那可能就會造成那邊 登記看起來比較多 就是 看起來比較多 可是其實它是因為服務 有最近很多的鄉鎮 那另外一個是 不同形態的醫療機構 像 如果有些長照工程 可能醫師照顧的床鎮 可以比較多 那它分配到的 醫師的人數就會比較少 或者是說 像 有教學功能的醫院 因為它 住院的病人 大部分是靠住院醫師來照顧 所以它那邊也會 比較多的醫師的人數 那有些地方它住院的部分 是主治醫師 自己照顧學部的人 那 加上一些莊護醫師的配合 那 這樣都會造成一些數據的 減少的偏差 那 我希望這些經驗都可以 讓大家之後 再分析各種地資訊的時候 都可以當成一個參考 結論就是 佳鎮賀臥 就讀孔前面其他前輩的 研究結果 是 有參加的人 它其實可以讓醫療資源 應用更有效益 但是 醫療資源 我覺得資訊可以更加透明 只是 服務原本就有在服務的 那 第三個就是 在解骨數據的時候 應該要考慮各種不同的面向 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今天的熱題 還有五分鐘的時間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發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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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給你再試一下再來找第一次來 我想說一下他的意思 就是我的醫療系統沒有概念 但是因為常常看病 所以有些問題很好奇 因為我常常看病 所以一些醫生的動態我都很清楚 但是說有什麼方法可以從公開的資訊知道這些醫療 醫生他不管是無調也好去治癒應該好 尤其像嘉義的醫師好像感覺還蠻常問 會有效果可以嗎 類似這樣 這種資訊是要怎麼知道 或是說這樣沒有比較有效的工具 其實 這是國民健康局 因為他們去年改名詞所以我會有點有時候會叫做 這是GIS-MRO 這個 但是他顯示的 不知道有沒有些資源 他是只有主要登記的 對 所以 報廢資源 他這個制度 包括要去逆診都要去報廢資源 就是要跟宿管機關 就是衛生局去報廢 那他 我用這個是最常來找失聯的學會找 就是這樣子出入名字 然後性別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定要先認性別 他只是用名字 還有類別去選 因為我現在老闆裡面是有發揮支援的 所以我不知道發揮支援會不會全部搜出 但這個是公開的事情